我们的仪式台中准备好咯 现场的媒体朋友们 倒数三二一 真心的话题一直是女人 无法端在台面上聊的话题 不过Apple咬咬姐妹花却大方承认 动了微真心 刚开始对微真有些害怕的两人 自曝常被误认为心情不好 脸臭的原因竟是法律文和泪沟惹的祸 让姐妹花开始尝试打玻尿酸 没想到仪式成主顾的两人 提倡起微真的好处 因为脸太瘦的话 就会显得你胸骨很高 就会感觉好像脸有点磕膜 所以会皮出纹在外面的时候 感觉好像对大家都摆臭脸的感觉 对啊 但其实我没有那个意思 我只是放松我的脸部而已 对 只是因为没有笑 只是不笑 你再觉得说你的脸好像 感觉很严肃的感觉 Apple和瑶瑶说 微整后让自己变得更有自信 脸上满是笑容的两人竟泛起花痴 瑶瑶夸Apple已经很完美 Apple则炫耀说 追求者太多 桃花从没断过 但是她现在还蛮完美的耶 其实 对啊 因为其实像我自己的话 我是有尝试的就是脸颊 所以我现在线条其实是比以前好 因为我以前真的会习惯 左边脸 或者是拍照一定要大正脸 因为我脸颊比较瘦 对 那我现在拍照的话 就是怎么拍都可以 怎么拍怎么美的意思吗 可以这么说 就是桃花也变旺了 好羡慕喔 你桃花也可以变好啊 有啊 我现在桃花也不错了 其实 追求者好像也没有断过啊 哇 哇 等一下 夜属流训练中心特别报导